五花肉有三十分钟煮 然后有十分钟煮 煮凉就可以用来切 酸梨包肉都将薄 汁要香浓之中 配合肉爽吃下去 又醒胃又精神爽 那就很棒了 你敢煮我敢教 今次和大家做一个四川的 下日凉拌菜式就是蒜泥白肉 吃了就包你的肉又滑又嫩又白 想第一时间看到我在 李系主厨精彩的烹饪技巧 就要like李系主厨Facebook专页 按钟仔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蒜泥白肉最重要是买一些 漂亮的五花腩肉 肉都可以回来 最重要是洗净它 再过多两次水索干它 接着我们要加点葱 加点姜 然后烧酒 接着给我们那个五花腩肉 煮它大概30分钟左右 先让它定型 然后出来拿出来吹动它 猪肉一定要买一些 所以它是一格格分别的 蒜泥白肉的灵魂就是它这个蒜泥白肉 当然不少是这个蒜蓉 多一点少一点 自己想好它 接着加点酱油膏 酥 芝麻油 我将来加点啤酒 让它有香味 最重要是煮到它的酱油要比较稠 我喜欢加点白椒 自己决定下还是不下 你看看这个酱油 看它咬不咬得住肉 太稀 所以我需要加一点的酱油膏 加多一点的芝麻油 让它变得稠一点的效果 不要太稀 好 这个五花肉 出来我们就有30分钟煮 接着要10分钟烤 拿出来 放在冰水中 或者冰水就最好了 把它弄凍就可以用来切 我们拿一块冰的猪肉出来 或者你可以选择放在冰箱 吹一下也行 现在肉就是 放凍了水 就可以把它切成薄片 凍了才切成薄片 凍了才切成薄片 这样会爽身一点 酸粒肉出来一定要是 刀漿要薄 和汁要香浓之中 配合肉爽食 又醒胃又精神爽利 就非常好 哇 这个是我们非常浓郁的 汁一定要有上下的 不要太稀 吃了五花肉有罪恶感 不怕有流沙鲜果用 帮你手排毒 还有很多鲜果给你选择 多吃点也不怕 我喜欢吃辣的 放一点辣椒油 放一点辣椒油 除了有点辣味之外 还生换生冻了 哇 太棒了 今天这么精彩的蒜泥白肉 做好了 吃了之后包你精神爽利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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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